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莲的简直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呢 咱们下载了smarty对不对 对 稍稍了解了smarty类的一些结构 这点课咱们用一个例子来看一下smarty是怎么安装使用的 以及如何做出什么 对不对 我来看一下 咱们用smarty完成一下前面咱们类似写过的例子 这就是smarty的原文件 对不对 只要包含里面的类就可以使用了 首先我们按照smarty类的方式 这里边看着我们需要建这样的两个目录对不对一个放编译后的文件一个放什么原文件对不对 对 我们在这画 TMPLATES 这是放什么 大家这目录可不可以改变的可以 一会儿怎么再说 放模板文件 这里边放 TMPLATES 下个机器 放什么 放组合后的文件 就是编译后的文件放到这里边 原来的文件就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边我只写一个 假如说我是美工人员 只写一个简单的模板 后译译叫什么都行 比如我叫它 TES 这 TPR 然后打开它 这里边用 HTMR 鞋杠还是TMR HED 鞋杠 HED TITLE 鞋杠 TITLE 记不记得默认咱们这里边使用的是 是个大括号 TITLE 标题对不对 然后包地体 形成包地体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放的是一个内容 默认是大括号 对吧 我们可以内容都写出多条了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关掉它 是模板文件有了 这就是PWP文件 怎么用Smart 默认很简单 是不是创建Smart那个项了 直接Smart对象 就可以怎么的 AI最近分配 将这一页从数据库过去的一些动态数据 对不对 分配 比如标题跟咱们原来的用法 你看是不是一模样 对吧 这是一个DEMO 然后Smart里边 合力分配 内容的话 这块 随着 这是COTIT内容 然后我们是不是加载奶模板明显是吧 DISPLAY 不要奇怪 这个为什么跟咱们自己写的一样 因为它自己写的功能是网内写的 让大家更能明白这个Smart 对不对 所以显示的模板 它自己默认是不找这个目标下的 有一个TES的-TPL 是不是这样了 那我们看一下 面边可不可以呢 刷新一下 Blockhost Test-TPL 是不是内容出来了 这有了 那我们分离的功能 是不是它也能帮我们组合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组合后的文件 是不是在这里边 这个文件是不是成程的 你看你这个文件名 是不是给我们相当于加密那种 后边是不是加PTP的 不像咱们那么简单的文件名 对不对 而且你看里边是不是就组合后的PTP程序 对吧 当然咱们写的要看上去要复杂一些 对不对 其实差不多了 只是它这种是编译后的一种格式 对吧 这是组合后的文件 组合后的就是存PTP文件 后这名不就是点PTP的吗 但是你不能单独拿出运行 因为有些东西是在这里面 对不对 这里包含它这里边的文件 对吧 那这文件什么时候变化呢 跟当原来一样 你看 对吧 如果不存在什么时候 如果存在 你看现在的修改时间 属性 12 42 21 对不对 嗯 最后那是21秒 我们再刷新一下 刷新多次对不对 你看 对 属性 是排4221 说明它没变 那怎么能让它变 对 对 只要我们什么程序啊 是吧 只要我们魔法 在这个地方 看 我再 加几个 是不是又加了一些文件呢 你看 我们这里你看 变长了 变长了 变长了这个什么 这个组合的文件怎么 肯定也跟着变化 有些 你看 实际变了 4351了 能理解这个是吧 也就是 它这个组合文件 也是当我们模板有变化 它才跟着变化 对 不存在或者模板有变化 才跟着变化 这是目的 对 那我们现在 这个目录可不可以改呢 我不喜欢这个目录 对不对 我能不能改一下 可以 可以 比如说我把这个 这文件 这两个文件给它关掉 你看 如果我在这会儿改成随便改的一个 这是模板文件 叫VAEW是图 对吧 这个组合的文件我叫它 COMPS 是不是改掉了 那现在我在运行好什么 他说找不到模板 对不对 没有模板文件 这个 一路 一路改了 不是默认的 对不对 那改哪呢 好多人想到了 改死马蜜类里边 把这俩改掉 对不行了 可以 但是呢 你用别人的软件的时候 尽量 不要改别人软件的任何东西 听着吧 他给你提供方法改的 不要改人员代码 你改一个代码的话 当这个东西在我心脏上升级的时候 你就没法办了 你还得改 听懂吗 所以在自己程序里改 怎么改呢 你看 对 设置模板目录 设置边缘目录 有这个 看到了吗 那我们既然这块 已经可以创建 Smart对象了 我们可以 如果按照Smart2的方式 直接Smart 里边就可以掉这个 你看 你看 在Smart2的时候 找一下模板 你看 那个 T E E M P E E M P R 是不是 这个属性 你看 这个属性虽然是一个速度 私有 对不对 但他写Site的方法了 也就是Smart2的时候 我们是这么给值 直接等于 当前目录下的 什么 那个 VI E W 看到了吗 编译的目录是Smart 然后看一下 跟Smart2 兼不兼容 对吧 别看这是私有属性 但他写Site 对吧 然后T E M P L A 编译的目录是 主 这是模板所放的文件目录 正好 这是组合后文件放的目录 看到了吗 那我们这块写上 C-U-M-P-I-L-E 相片D-R 等于 当前目录下C-U-M-P-S 对吧 后边可写鞋账可不写鞋账 对吧 你最好把它加上没关系 看到了吗 那现在我们看下错不错呢 如果不错说明跟Smart2兼容的 是不可以 没错吧 那我这个原来目录是不是已经改掉了 新生文件是不是在真正的 这里边了 对对 你可以把这个都删掉 我得密听一下 你看 又会生成这个文件对不对 那这样可以了 这是Smart2的用法对不对 Smart3怎么用 它都改成了方法的了 这俱掉 都是使用Smart里边有什么Site T-E-M-P-R-A-T-E-D-I-R 这样的一个函数 看到了吗 然后这里边指定当前目录下的V-I-E-W-S 还可以使用S-E-M-T-E-S-M-R-T-E-C-O-M-P-I-L-E-R 这样的话我跟你说 因为你改一些老项目的时候 有可能用到smart2 你说一下兼容性 好吧 这是第二个 smart2 时期的用法 对吧 下边这块 以下 是smart3 时期的 用法 你在smart2时期 你用不了下边的方法 而在smart3时期 你可以用到这两种方法 是不是这样 看完了 然后再要 我们再往下看 看什么呢 这两个设计 当然我们后期 还要设置其他的目录 比如说 设置换存所在的目录 设置插件所在的目录 对吧 而且我们像模板 还可以添加模板的目录 你还可以有 比如说模板 其实我们还可以联系 这样 还可以添加 TEMPATDR 模板模 再添加一个模板都可以 但一般用不上 知道吗 你可以再添加多个模板模 也就是写在任何一个里边的模板 你都能找到 比如说 我这里来试一下 Smart 里边 add 添加 TEMPATDR 添加模板 比如说 Home下面 是吧 那我们再试一下 你看 行一批停一下 你看出错吗 是不出错 那我们在 模板下边 你看 原来是这下面有一个 那我这份 如果我在这写一个 Home 这里边 我再写一个 DEMPATDR 刚才那叫TEMPATDR 对不对 我这里边 只写上 TI TRE 标题 BR 别的都不行 都写下 对吧 你看一下 我如果把这个 对吧 分配 这块 改成 DEMPATDR 看一下 核心一下 是不是有了 这是一个DEMPATDR 标题 是不是全写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指定 多个模板 目录 但是我还可以 继续指定下去 对不对 我可以再指定一个 再指定一个 那一般的情况下 没有太多的必要 对吧 有一个目录 其实就够怎么用了 对吧 可以连贯套作 这个咱们是 没有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 什么 添加模板的目录 那除了这个添加 模板的目录 那我们在初始化 smart的时候 这个目录 我们可以随便指定了 现在没问题了 对不对 咱们遇到其他目录的时候 咱们再指定其他目录 那些其他目录用不上 咱们不行 那还有没有什么 需要我们改呢 还有没有什么 需要我们改的 想象一下 就是 对 定界符 定界符 如果我们在这里边 现在我再改回去 这个 tess tess的提片 对吧 你看 小心一下 那定界符 它是默认 是按什么来说呢 定界符 默认 对 默认定界符 是不是这个花括号 对不对 但是花括号 你想象 它只要找花括号里边 是不是就匹配 用得正德 那我在这里边 有没有可能使用 这个 steve 鞋盖 steve 有可能吧 那比如说这里边 来一个 警号 万 有没有大花 有 或者这种写的 bg color 或者什么什么 color颜色 什么red红色的 之类的 有没有这样的 对吧 有没有这样的 吗 secret 鞋盖 secret 对吧 faction demo 有没有大花 有 衣服与罪 有没有大花 对吧 因为它是把整个文件 有大块都能就替换掉 听说吧 有大块就替换掉 那你现在这样是有大花 它也会替换掉 对吧 这个虽然没有道德服 但是里边 它也会认识smart 这就比较麻烦 会跟你css和gs的大花 冲突 听说吧 当然smart 有没有解释 对冲突的办法 有解冲突的办法 对吧 可以在某一区里边忽略掉 后期当会说 但是不用这么麻烦 怎么的呢 你只要把定结书改掉 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 我所有的模板定结书 我都用尖块大块号 对吧 所有这些我都使用上 尖块大块号 你看 如果能改成这样的 是不是就跟原有的大块 不重复了 对 对吧 那不就可以了吗 清楚吗 把这符号 尖块大号 这个符号给改掉 那么我们得看一下 怎么改 这里边 它有两个属性 这个 左分针符和右分针符 看到了吗 只要我指定就可以了 你可以指定任意 你喜欢使用的格式 对吧 设计 指定 计 符号 当初 smtv smart里边 左分针符 这也就直接写就行了 左分针符 左边的 可以吧 smart 又分针符 等于 大块 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一些开源项目里边会有这样的符号 碳号 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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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的符号 但右键元代码你也可以看到对不对 对吧 然后这个都注射掉对吧 但这样的话定截符太长了 有点麻烦 所以我个人经常用到的就是这种定截符号 咱们再试一下 好保佑 刷新一下 smart smart tv test的这本 应该写错了 这会儿稍息一个什么 对吧 是不是又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内容 如何 怎么的 如何写出第一例子和配置常用的一些选项 对不对 希望大家可以 万事开头呢 把第一个例子写出来 那么后边的功能都建立在这个例子基础上 我们就好多多了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我们就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谢谢大家